大家好 请问平时你们在家磨刀是横着磨还是竖着磨呢 今天我来教大家一个酒店的磨法 现在我们先来处理一下磨刀石 先把它浸泡到水里面 让它吸收点水分 以免等一下我们磨刀的时候 它会起火花 这个磨刀石呢 等这个水里面不要忘泡了 我们就可以拿出来用了 现在水面已经不冒泡了 我们可以把磨刀石拿出来 现在我们垫一块抹布在下面 把磨刀石放上去 这样子可以防止我们磨刀的时候 磨刀石会滑动 现在我们开始磨刀 往磨刀石上面撒点水 平时很多人喜欢横着磨 横着磨的话 刀它受益不均匀 磨的方面也不一样 竖着磨的话 这磨刀石中间会凹下去 也损坏刀的本身 我们磨刀的时候 手可以放在刀上 然后往前推 往后拉 轻微的有一点点斜度 往前推 往后拉 往前推 往后拉 往后拉 等刀就魔逼 将它的刀尖和刀背 都均匀的在这个磨刀池上面磨 稍微清洁一点点 磨的过程中可以稍微加点水在磨刀池上 然后再继续磨 两面的要磨均匀 刀快磨好了 我们厨师的用法都是喜欢用手刮两下看一下割不割手 如果割手的话刀就说明它很锋利 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的测试方法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的刀有多锋利 现在我们来切点姜丝试一下 一把刀分布分利就看它切的丝稀不细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切的 这是我们切的姜丝 看这是我们切的丝 拿去穿针也没有问题了 如果锋利的刀切出来的姜是一点毛刺都没有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我们磨好的刀 这是我们切出来的姜 这是我们切出来的姜 它上面一点毛刺都没有 说明我们刀已经磨得很锋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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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我们刀磨得很锋利了 说明我们刀磨得很锋利了 谢谢大家